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说杨乃文有本邀请跟他合资开酒吧的男星丘龙节当男伴 只是最后身边仅有女性友人出现 晚上11点多离开车子到杨家门口下车时还浪漆了一下 还有谢谢司机 行单影之的杨乃文独自度过了孤单的夜晚 根据共同的友人向本刊报知 杨乃文虽然对丘龙节有意思 近期两个公开活动 萧敬腾的婚礼跟金曲奖怕独自面对大场面的杨乃文 都希望丘龙节可以陪伴同行 金曲奖更对杨乃文别具象征性 谁不想自己风光的机会能被最在意的人当场见证呢 但两人的进展 旁边的人看的是雾里看花 毕竟两人都是酒吧Tiger Lily的股东 但开杨乃文现在就还是很独行侠 比如10月9日杨乃文与女性友人搭车四处游荡台北 最后回到酒吧Tiger Lily 在早之前还要去上网球课 他会独自搭公车从北市东区一路往新店环球路的网球俱乐部 杨乃文做头皮瑜伽也是预言快闪 甚至去超市或参加音乐竞等等 他都是一个人如此朴实乌华 反之,秋龙节身旁也没见过杨乃文 有天他跟朋友搭车巡殿然后上了二楼 吃喝四个小时到半夜才送走友人 秋龙节看似喝不少 站在巷内的门口钥匙 逃啊逃啊逃 然后go home alone 48岁的他除了开店也有不少兴趣 也有飘着浪荡黄金汉的nightwear呢 诶,你知道这首杨乃文的成名曲 正是杨乃文这辈子传闻的最爱林伟哲所写的吗 没错,就是跟那个斯卡丽漫翻的人伟哲 而另一段黄历喜则是30年前的短暂旧式 当时工作量多相处少 有空档时,陈梅线上游戏的黄历喜也多半拖着杨乃文一期大 所以斗暖正往两个星期左右就先告分手了 多年来仍然维持和平 现在杨乃文终意的秋龙节 那我就想说我要弄个地方要卖好喝的汤 啦啦啦啦啦啦啦 总之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晚上尝到这份温暖 以后